大家,说起兰花,很多人家中都养养了 如果就有一些花有在后台自信 也是刚刚接触养兰花的 也是进入这个夏天了嘛 如果刚买回去的兰花 带盆和不带盆的话 在养货的化程中不能够施什么肥 只要把下面这几句话记好了 就知道怎样给它施肥 不会造成肥害 或者是烂根,黄叶等等一些现象 因为我们所栽种的兰花 野生的跟盆栽施肥来说相差很远的 其实不能够给兰花施肥的有特别的多 比如说农家肥,饼肥等等一些肥料 很多都是能够给它使用的 不过相反 没有经过腐术的农家肥或者是饼肥 千万不要给自家的兰花施用 避免出现一个伤根烧苗的现象 就是会出现一个肥害 再没有经过腐术好的一些肥学 最好不要给它使用 最好是发酵20天以上再给它使用是特别好的 同时也要对水需需浇灌 第二个就是含绿的肥料 含绿的肥料的话 最好不要给兰花使用 如果你给它使用的话 就会造成盘土僵化 吸气活性 就导致它不能够正常的生长 还有就是栽种下期之后一些比较浓的肥料 也不用给它使用 尿素是最大的 尿素的话 它溶解是特别的快的 一旦根不能够正常的吸收的话 它会造成一个根斧 造成整个植株不生长了 叶片就放黄了 尿素也是不能够给它立马浇灌 就是使用 自己既做的肥水 最好是经过了奥剂一段时间 就再给它吸气对水浇灌是比较好的 另外就说一下一个重点 夏天防种害了 因为夏天正是定种害的高发期 在这个午夜份这段时间 如果没有继续做好防种害自己布的话 很容易造成整个脊植 也是不能够正常的生长了 因为午夜份一些种害 它刚刚孵出的卵 还没有成肉种 没有完全的生长的情况下 这时候做防治是特别的好的 首先给大家分享两种 给它吸种的方法 第一种用到内需型的笔种里 颗粒状了 就是撒到一点点到 花盘盘毒表面就可以了 等到晚上它出来 寻找失误 梗湿到了 它就会慢慢的死掉的了 一次药效果长达一个月的时间的 另外一种就是比较麻烦一点的 可以用到这种矿物植物油 这种矿物植物油呢 它是专门针对红菊珠 这种白粉丝而具作的一种矿物卤油 它们可以用到三十斤的清水 滴上五滴左右 给它搅拌均匀 之后把我们周受种害的兰花 直接放进去 大概摸到这个盘景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因为兰花底部本身就有一些气孔 气孔的话它会慢慢的散透进去 一些种害一旦被散透了 它就会慢慢的死掉了 这是一种比较好的杀种方法 不过就稍微有一点点麻烦 这种的话可以浸泡比较多 比如说我们要有十盘 二十盘 三十盘 同样可以用到一个桶 给它浸泡就可以了 因为使用一次呢 就能够浸泡很多盘的 不是单单浸泡一盘而已 好了 这期节目就跟大家简单的分享 进入夏天 或者是刚栽种夏季的兰花 还是栽种一段时间的兰花 刚才以上所说的那些肥 我要给它使用就可以了 好了 下期再见